中国的初代股民啊 当年是怎么炒股的呢 一部老电影 戏剧化的记录了这群人 还被很多人呢 捧为是炒股启蒙教育片 甚至有人说啊 看懂了这部电影呢 就看懂了中国股市 而更神奇的是什么呀 这部1994年拍的电影 它的结尾啊 居然还预言了 上海房地产未来的辉煌 要说啊 在我们上海啊 做房地产买卖 那是大有作为啊 它就是股风 我不怕过路年龄啊 这片子给当年未成年的我啊 带来非常大的震撼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 这拍的很粗糙 但是偏如其名呢 剧中那股民的疯狂啊 包括那些大叔大妈 那玩的可比现在刺激多了 比如电影里面有一个老阿婆 三个月人才用一度电 人攒了两万块钱的养老钱 准备呢去存银行 结果听人说 说这炒股票更挣钱呢 于是乎就一股脑全投进去 一下翻了十倍 这人激动的当场晕倒啊 直接进了救护车 那问题很多的小民调就问了 你吹牛吧你这呀 我自己买的 十个年涨停我都要笑死了 一下翻十倍 那什么概念啊 哈哈哈哈 小人哪 还真有啊 1990年的年底啊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相继成立 不过当时大家都习惯了 去买国债或者是国库券 炒股这玩意儿呢 感觉还挺陌生 上交所开业第一天呢 只完成了17笔股票交易 怎么讲 门可罗雀 而为了刺激市场啊 到了1992年年中啊 上交所就宣布 取消股票涨跌停板的限制 放开股价 实行T加零交易规则 啥意思呀 咱们翻译一下 那就是啊 跟现在的美股差不多呀 单股啊 涨跌没有限制 而且你当天买入 当天就能卖掉 那现在国内主板基本是什么呀 T加1呀 不对 当时跟美股还是不一样的 美股好歹还有个熔断机制啊 人标准普尔 跌7%的话 自动停盘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跌20% 那索性大家全下班了 而我们当时并没有引进熔断 所以说呢 整体下来这个弹性可太大了 那是一个初始阶段的 也能理解 而就在取消涨停板实施的第一天 上阵指数从前一天的617点 迅速窜到了1266点 现在三分之一还多 三天之后又冲到了1429点 五只新股股价 飙升2500%到3000% 电影里面那老阿婆 那只翻了十倍的股票 在当时呢 不足为奇 上交所里面一共15只股票 你闭着眼随便买一只 都至少能翻一翻 于是啊 山朗润起来了 水涨起来了 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韭菜偷偷的从土里钻出来了 嫩嫩的 绿绿的 园子里 田野里 一大片一大片 满是大 中国第一代股民的菜地啊 就拉开了尾 再说回电影《古风》啊 里面经常提到两个词 特别能让初代股民们感到往事如风 一个叫认构症 一个叫大护士 电影开头啊 讲的就是一位中国香港来的阿伦呢 刚从电视剧《大时代》里面积累了不少炒股经验啊 登登登登登 跑到内地来淘金 他呢 委托上海本地人阿利啊 去排队抢认构症 这个认构症啊 也是时代的产物 有点类似于打新股啊 成本呢 曾经是30块钱一张 凭这个认构症呢 再去摇号 中签呢 就能买新股 没中签呢 就相当于你做好事了 不过呢 后来就有人发现 如果买100张良好的认构症 大概能中签60多张 这中签率极高啊 而只要你中签 单张认构症赚个几千几万 那都不是问题啊 所以啊 认构症呢 就有了个外号 叫做万元症 就算你不会炒股 什么也不懂 单靠替人排队 或者转卖认构症 当时都能挣很多钱 所以当时啊 每当新股发行 人们都会提前两天 带着铺盖卷去排队 那这大户市又是什么呀 当时散户们的手里啊 没有那么多现金 有谁能到股市里 投资50万以上 大家就会尊称他一身大户 还能享受到单独包奸 就叫大户市 那一句话 身份的象征 类似于高铁里面的VIP通道 其实当时那些大户们 手里的钱呢 很多都是亲戚朋友 七拼八凑来的 比如电影里面那阿力啊 本来那是月薪500的 公交车售票员 脾气还贼大 因为跟着这个阿伦炒股一下 就成了弄堂里面的 风云人物大姐大 这邻居们呢 斟着抢着把钱塞给阿力 而他的公司领导为了入伙 也特许说这阿力呢 带心炒股 不用去上班 不用去工程车上售票 工资奖金一分不少 而这阿力呢 摇身一变 成了上交所里面的大户 穿名牌 上电视 吃鱼吃烙饭 他跟着阿伦 替大家伙炒股的样子 像极了如今的私募经历 那个年代 像阿力这样 站在股市和时代的风口 飞升大户的普通人呢 还真不少 比如现实当中 有一位叫阿祥的宁波少年 17岁高中毕业去炒股 手画3000多张强势股分析图啊 很快身价过疑 还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另外还有个看仓库的啊 经常特别大方请同事 甚至一度被领导怀疑 那是坚守自盗啊 人一气之下 辞职炒股 屡创奇迹 人送外号 杨百万 啊这些都是时代里的名字了啊 但是 你讲功成万苦啊 除了阿祥和杨百万 这样的传奇人物之外 更多的是什么呀 对股市一窍不通的普通人 当年跟风去股风 结果呢 涮得头破血流 电影股风就记录了 1992年的那次股灾 阿力老公赔了20万 爬上国际饭店的天台 而楼下呢 一位股民精神失常 正光了个大膀子 满街发钱 那年的6月12号啊 股票交易的印花税税率 提高到了千分之三 持续高烧一个月的股市 迅速开启了下跌模式 从最高1400多点 跌到了不到400点 据说当时 有个一直很沉得住气的大佬啊 跌怕了 派人去专门研究股市的研究所 去请教 几位分析师表示说了 这波至少砸到200点 这大佬听了面如死灰 果断割肉 清仓 你说呀 1400点不抛 从92年下半年的386点 涨到了93年2月16号的1558点 有人问 这大佬咋样了 别问 问就是在ICU哪 中国股市的初期大体如此 不过呢 人一直在升级迭代 几经变革 1995年 股票发行 敢用全电脑上网定价 从此认斗证成为了文物 1996年 中国股市引入了 涨停板跌停板的制度 给股民呢 省下了很多塑效救星板 04年 国内第一支私募基金诞生 而同时在这一年呢 电影当中扮演阿力的那位 潘红老师也真的一头扎进了股市 而结果呢 人上来就是一个深套啊 如果股风的续集在那个时候排 潘老师估计会演得更加有体会 而到了17年 宁波那位已经不是少年的阿翔 被发现操纵股市 锒铛入狱 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 加在一起有200多个月 而另一边和养百万 同期炒股的一个也信仰的老哥 94年炒股据说已经挣到了3000万身家 而之后跟风炒期货赔得血本无归 从此疯疯癫癫也是令人唏嘘 什么叫做凭运气得来的东西 最后全凭本质输掉 那问题很多的小朋友他又问了 你说这玩意的风险这么大 为啥还有这么多人呢 一头就扎进去呢 哈哈哈哈 假人呐 在股市里面赌个人运气的人呐 在涨跌之间反复横跳 结局很有可能那就是 一赢二平七亏损 成为时代的泡沫 而如果你足够理性相信价值 无论期间股市怎么起起落落 结果注定不会太差 这个你今天财务可以有多少 不是你能不能等我录完视频财务我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